趋势百分百 前法人投资机构资深研究员 各大财经媒体节目特约来宾 2012年台湾最佳财务策划师 王宪杰首席分析师主角 欢迎收听趋势百分百 人员投雇109年金管投雇新字第010号 欢迎收听news9898新闻台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趋势百分百 我是桂花 赶快来邀请主角分析师 轮延投雇的首席分析师王信杰老师 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亲爱的投资们大家好 晚安 昨天晚上被办大涨了2.4个百分点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高 中场又小跌了16点 指数来到了20736 成交量是4784亿 请教一下信杰老师 怎么观察一下今天的大盘 我想虽然昨天晚上 美国股市是一个开低走高大涨格局 但是别忘了在整个前天美国股市大跌的时候 我们昨天台股已经领先怎么样 开低走高最后是小跌10点 做说其实就讲白点 人家那个礼拜 礼拜三晚上美国股市中错 我们昨天礼拜四 台股没有跌到 所以昨天晚上美国股市又大涨上来 台股今天怎么样 当然相对就是抗涨的一个动作 最后是小跌16点做的时候 那我想整个大盘交权指数 一样看法都没有改变 持续的就是在整个新小时 跟你在整个四月份关键报告 跟你提到的一个关键支撑 只要关键支撑没有跌破之前 当然持续会 指数会在高档的一个剧烈震荡 那整个下个礼拜 整个指数在高档的剧烈震荡 的过程当中 当然下个礼拜的一个 关盘的一个重头戏 就在四月十八的一个台阶电的 一个法术会嘛 好那我想对整个台股的看法 是没有改变是说 只要关键支撑没有跌破 高档剧烈震荡 甚至不排除还有高 但是一旦如果大盘指数跌破 在四月份关键报告 给你提到的这个关键支撑 那你就要提防 会做长度的一个回答整理 那我想指数在高档 剧烈震荡过程当中 其实盘面看得出来 重点就是在宣估 你看去年很夯的在哪边 叫做IP的股票 包含在3661的世纪KY 3443的创意 3035的一个资源 6643的M31 346531的爱普 那这些股票你会发觉 之前很行 全市场都在跟你谈IP股 全市场都在追买所谓的IP股 可是呢 你看到整个今年 台股还到整个 接近两万一千点的一个 历史相对高档区 整个IP属群 这一波却是从今年初 沿路的盘跌走落下来 当然跌升的随时会有反弹 但是你会发觉 这些这个族群 IP的族群 跌升反弹反弹 你不卖 继续什么样 往下做探底 破底的动作 就像你看到3661的世纪KY 今天又破底了 又破底了 创下破断新低 对不对 3663的爱普 也几乎今天又逼近 整个破断新低下去了 所以整个这边相对弱势的 你看指数该高档剧烈 增荡 盘面很热 你买之前追错的股票 你不设停损停利 你不懂得换股 把已经转弱的股票 换到再低档刚转强股票 那你当然是做得很辛苦 赚的指数赔的价差 这是一个第二个 整个所谓的AI伺服器的股票 你看广大 就如我们在一个多礼拜前 我在粉丝团谈送讯息跟你讲的 除息完的广大 你要提防 先下来整理再说 你看广大 今天除息 是不是开高走低收低 马上做个贴席的动作 甚至包含在整个鸿海 是不是跌破10日均线之后 短线回测10月线 在做正当整理 AI伺服器的伪创 技嘉等等这些股票 其实最近都在什么 在做一个正当整理 在21000点 指数在历史相对高档区 正当的过程当中 重点在选股 你在选股 不要只是一面的追求利润 完全失去所谓的风险意识 你要追求利润 也要考虑到风险 所以在整个选股的一个逻辑上面 我相信可能市场上 大数数的专家 还有投资朋友 都喜欢怎么样 去追涨 追逐那种已经涨到外太空的股票 比方说可能之前 大家都会流行追什么 IP股 IP股追完 下来的套牢的 之后跟你追什么 网通 细光子 结果网通 细光子追完 其实也不用我多讲 现在应该几乎没什么再提的 因为股价怎么样 也跌下来了 细光子的股票 那些网通 什么 滑星光等等 就跟什么IP股一样 其实从高档下来 跌幅都已经超过三成了 投资 你没有听错 你也没有记错 我也没有讲错 指数 你看还在历史新高这附近 还在整个历史高点 不是指数已经跌了500 1000 2000点下来 指数还在这边 甚至搞不好 还有机会再创历史新高上去 可是你看 之前很流行的细光子 那些网通 对不对 股票跌幅超过三成 IP股 股价也都跌幅超过三成上去 好 那你说除了这些之外 大概一个对拜前 大家不是都在谈 红海红海吗 有没有 红海家族 你要不要回过来看看 2354的红准 其实最近从高点下来 有没有跌超过10%以上的 也是几%了 4958的真顶KY 从130几跌到110几 有没有跌超过十几%了 2371的红海 虽然相对比较抗跌 也从161到现在 大概在150商家附近的 对不对 好 那整个这个就是流行的 你去买低档买的 你有赚到钱 幸好是有大恭喜你 但是你过度去追高 担心的就是你套在短线 或者破断相对高档 那我相信 那回过来 整个最近这两三天 大家会跟你谈到的 一定是什么 重点 因为今天的重点族群 几乎全面涨停板的喷出 当然整个 重点族群的涨停板喷出 其实我还是会跟头怎么讲 你觉得900多块 甚至涨到1000块的 这个所谓的华城这些股票 300多块的市电 200多块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中心电 160几块的压力 重视短期还有高的 但是你觉得这是在 历史相对高档 还是这些股票是在 相对低档区吗 那其实你看到这些 重点族群 你看他们现在的本益比几十倍 是高达几十倍 甚至接近百倍的本益比 那你看到整个重点这边喷出 其实如果你回过来问星小时 我这不就是之前的IP属群一样吗 资源 壮益 四星KY到底是一样 长高的本益比都很高 都长到都在朝本盟比 对之前的矽光值也是一样 长高的都在朝本盟比 结果一旦资金 哪一天资金从这些热门的族群 高档区撤出的时候 撤出的时候 你就回过来看 股票跌幅都至少先三成起跳 先跌三成起跳 而且我也必须跟投资 一旦在21000点上下 你去所谓的一个追逐 那种已经涨大外贷控股票 那个叫做富贵险中求 不能说不对 这是每个人投资现在 尤其投大部分的专家 跟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这个叫做人性的弱点 股票越涨越强越喜欢追 但是追到最后 如果一旦在高档不对 你一定要散射停损停利 因为你去追逐这些 已经涨到外太空的股票 我必须上去提醒你 一旦套到 事实已经摆在眼前 IP族群跟矽光值 跌幅都超过三成的 那这些股票一旦套到 你可能少折套几年 多折搞不好有些股票 你这辈子你都不要想接到 好那你说除了说追逐 所谓的在21000点上下这边 指数剧烈震荡 个股表现过程当中 除了追逐所谓的这些 已经涨到的外太空的股票 富贵险中求之外 其实各位亲爱的都知道 你可以跟性角色的家族成员一样 你可以跟性角色的 所有粉丝团好友们一样 你还是可以怎么样去选择 那种在股价在低档 逢低买那种在低档 被市场忽略的那颗蓝宝石 你可以去找那些在低档区 目前股价人被低估的 那个俗称所谓的 弯腰减钻石 那我相信个头之外 一定也流行一句话 一定你也认同的是 好股永远不会寂寞 不会永远寂寞吧 好的股票不会永远寂寞 钻石会不会一辈子永远蒙成 不会嘛 所以如果现在在低档的一些 被市场忽略的那颗蓝宝石 被市场怎么样低估的那些 所谓的基优股也俗称的说 目前那个所谓的一个 弯腰紧钻石的股票 你不觉得买这些低档股票 当然你买的安心 抱的放心 对最后你其实就是你最想要的 在股票市场里面 轻轻松松 对不对 开开心 赚得开开心心 对不对 谁说做股票 一定要去追逐 已经涨到外太空的股票 那个叫富贵选中求 其实星小师在做整个节目 在跟头之后分享股票 要重复强调就是 你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 那叫做买低档的好的股票 你可以在股票市场 长期下来 轻轻松松 稳稳渐渐的赚大钱 谁说做股票 一定要追高杀低 做得那么紧张兮兮 这是我个人看法 他说买这些所谓的低档的股票 来 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跟你谈的 低档股票 我有乱枪打鸟射飞标吗 帮你大堆股票吗 没有 我相信其实 不管说主持人 可以帮我做见证 各位 你只要是星小师的 忠实听众们都很清楚 甚至你只要是我的粉丝团好友们 你都很清楚 其实过去这一个多月以来 我在节目当中跟你公开分享的股票是谁 叫做记忆体 对 那记忆体里面 我有给你乱枪打鸟吗 我有叫你3006金毫克 5351玉刷 2408蓝牙克 2344黄八电 4967十全都买吗 没有 记忆体里面 你看我跟你唯一一直在强调就是 基本面最好 本益比最低的 3260的威钢 来 3260的威钢 今天有没有盘中再创116块的新高 有 3260威钢 今天盘中有没有再创116块的破坛新高 那我们从95块带着你下去买 跟你公开分享推荐 就算你没买 我们不要说买到最低93 95上下 9596979899 白云 相信你闭着眼睛 你躺着买都一定能脑买 你从95到今天116 一张已经过去这一个月 一张有21块价差 你可不可以轻轻松松 安安心心开开心心的 一张赚2万以上 一张赚2万 五张赚10万 十张赚20万 五张赚100万 对不对 到目前为止 威钢有22%的一个涨幅 第一个 2326年威钢 今天持续创下整个破坛新高 第二个 我们其实也是在我的粉丝囊里面 天天跟你公开分享的 威钢第二 像是我最近这几天 我们在节目跟你提到 除了威钢第二之外 你要特别注意威钢第二 有没有 威钢第二 今天也是大涨创破坛新高 创的最近这一个月新高 光最近这一个月 威钢涨22% 威钢第二涨了17% 最近这一个月 威钢涨3260 威钢涨22% 威钢第二涨了17%左右 好那整个威钢 在整个震荡过程当中 到底还可不可以买 威钢第二到底是哪一档 我想我们待会在下半场节目里面 杏杏老师在跟大家做更进一步的分享 好的谢谢老师 指数在高档剧烈震荡 重点是要选对股票 手上的股票不对 一定要换股来操作 要恭喜杏杰老师的会员 威钢波段大涨了22% 认同老师的操作 赶快把握机会 跟着杏杰老师来上车布局 威钢第二这一档股票 进一步内容可以利用 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听众朋友 现阶段选对股票 跟对老师是非常关键的 要恭喜杏杰老师的会员 威钢波段创新高 大赚了22% 想要知道接下来威钢 到底会涨到哪里 法人的目标价又是多少 赶快把握机会 来加入杏杰老师的Light账号 Light的ID是 小老鼠TREND100 小老鼠TREND100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加入的话 也欢迎你直接来电咨询 0223219933 0223219933 想要掌握下一步 底部起涨股 威钢第二这一档股票的话 请务必赶快把握机会 利用我们一日快闪的 特别优位活动 给你最低的门槛 一起来加入赚钱 欢迎你来电报名 0223219933 0223219933 洞西外资强势布局 轻松掌握股市金流 独创台股形态分析 带你掌握趋势转折 多空双向稳操胜算 黄信杰首席分析师 是您可以托付的专业操盘手 服务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或免费加入趋势百分百 LINE ADID 小老鼠TREND100 人员投顾109年 尽管投顾薪字第010号 持续回答节目当中 邀请陪伴大家的是 轮源投顾的王信杰老师 会涨的股票只要有1到2档就够了 想要领先卡位再底部 赶快把握机会 跟着信杰老师一起来上车布局 微钢第二 接下来还有哪些个股可以加以留意呢 请教一下信杰老师 好想其实各位亲爱的投资 你们发觉一件事情 自从整个三月底四月初 美光股价大涨创下历史新高之后 到整个这两天 你看到208南亚克 其实股价也是温吞的 至少也创了近期颇段新高 那其实整个市场上 为什么最近大家都会特别注意到 记忆体的一个相关个股 原因留在那边 那就是3260微钢 对不对 礼拜三爆量涨停 然后呢 昨天洗盘一天之后 今天3260微钢又大涨 创下整个116块 最近三年的一个破端新高上来 那谈到整个记忆体族群的部分 我想它的相关的一个产业 基本面丽多 我今天我就不浪费时间 再多做一个重复一个动作 因为毕竟之前 微钢在90几块的时候 在全市场没有人注意到 再跟你提到谈到 再跟你什么 讨论所谓的一个 记忆体族群的一些 产业基本面丽多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这个都不用多讲 我都已经领先市场 跟你分析 已经分享了 大概将近一个月左右时间 那详细的一个 微钢的一个产业基本面 你也可以去看所谓 新教室的粉丝团的 每天的盘中讯息 一路走来 始终如一的 一路的帮你做追踪 分享的动作 好那你说谈到整个 所谓的记忆体族群里面 你也很清楚嘛 为什么不是叫你买 实权 不是叫你买蓝亚科 滑邦店 玉创或者金豪科 你看这一波的 记忆体族群里面 真正真的 这几天 这两三天在创新高 是谁 就是360的微钢 理由 其实我也讲了嘛 产业的基本面 它是最好的 本益比是最低的 对不对 你要买就是买 几乎最会赚钱 本益比最低的 在记忆体族群里面 就是买最会赚钱 本益比几乎最低的 那就是32600微钢嘛 好那谈到整个微钢的部分 其实大概第一季 可以赚三块到三块半左右 上半年的获利 大概就可以赚赢去年 5.2亿元 所以整个法人圈 已经最涨 当股票涨上来 你会发觉 法人就开始 注意到它 整个就开始 注意到微钢这档股票 法人预估 微钢今年大概可以赚12元左右 那你想 微钢去年赚5.2 今年赚12元 这个我之前有没有跟你讲 今年微钢获利 会叫去年大幅成长一倍以上 好那如果说 法人预估 微钢今年赚12元 来 不要说今天盘中最高来到 116块 收盘收在113好了 请问 微钢到今天为止 本益比超过10倍了没 如果微钢今年真的向法人预估赚12块左右的话 我跟你讲 你看21000点 你还可以找得到 本益比不到10倍的电子类股 对 而且今年的获利 较去年大幅成长一倍以上 去年赚5.2 今年赚12块 本益比竟然不到10倍 好那谈到整个微钢的部分 我想昨天拉回 不是昨天微钢不是大幅拉回吗 跌了4块半 昨天跌下来的过程当中 我昨天在节目当中 我有说微钢卖了吗 没有吧 我相信各位投资 你都可以很清楚听到吗 我昨天很明确的在节目中告诉你 我微钢没有因为昨天拉回 把他获利了解掉 那昨天拉回4.5元 我不晓得各位亲爱都知道 你是被洗出场了吗 还是怎么样 本来在第一档听我天天讲微钢 因为还没涨 大家都在观望怀疑不敢买 然后等到什么样 真正涨上来的 很多人就说 好那拉回 我要跟着信教师买320 60微钢 可是 昨天拉回的 你敢买吗 真的今天很多的 投资者就打电话 通过我们服务人员 问我信教师 我说 信教师 我昨天微钢拉回 我没有买 那今天又涨上来 创新高的 还可以追吗 你有为什么昨天拉回 不敢买 然后今天才来问我 还可以追吗 为什么还有投资 那种事 昨天拉回的时候 他说信教师 我昨天下来的时候 我被下出场了 被洗出场了 我今天还可以 还追回来吗 其实谈了这么多 我只想跟投资 表达的就是 为什么 你昨天微钢 下跌4.5元的时候 你会被洗出场 你会被洗掉 理由在那边 第一个嘛 你的成本不够低嘛 如果你的成本 跟信教师的家族成员一样 你只是95块左右成本 你只是90几块的成本 就算昨天洗盘 你还是赚十几块 你会担心害怕吗 不会 你要很清楚知道 为什么昨天微钢拉回 我们不会被洗掉 因为我们 第一个 我们成本够低 第二个 为什么昨天微钢拉回 而且你看 昨天拉回不是那五毛一块 直接拉回4点多% 4% 跌了4块半 可能很多人都被吓死了 昨天拉回 为什么没被洗掉 因为 你会被洗掉 就是因为你不晓得 微钢会涨到哪 如果你知道微钢会涨到哪 你90几块 你一定敢买 我讲得没错吗 如果你知道微钢会涨到哪 你昨天的拉回 你就不会被洗出场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昨天拉回 为什么不敢买 因为你不晓得会涨到哪 所以其实讲了这么多 也是头发生的 我相信你现在 最关心 最想知道就是 信仰是 微钢会涨到哪 你如果知道微钢会涨到哪 那我告诉你 下礼拜震荡大会 你就知道可不可以买 我这样讲很有道理 如果微钢你知道会涨到哪 你下礼拜震荡大会 你看你会不会买 如果下礼拜震荡的时候 你还会被人家洗出场 所以我想因为节目时间关系 我也不让费太多时间多讲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不管你手上有微钢的 你一定要来找我 你空手的 你也很想好奇 就说你是好奇好了 你想知道微钢这一波 会涨到多少钱的 来 加入信仰是粉丝团 你私密我 微钢的法人目标价 我再重复一次 3260的微钢的法人目标价 你想知道的人 你加入了粉丝团 透过粉丝团你私密我 公开留言述不回应 因为这是经管会的规定 在公开的信息里面 我可不可以告诉你 法人目标价 不行 所以如果你手上有微钢的人 或者你对微钢有兴趣的人 你想知道微钢的 这一波法人的目标价的人 请你加入信仰是粉丝团 你私密我 好那因为本来 我还想特别跟你谈微钢第二 哇 这个月也涨了17%上来 对不对 那这一档股票到底是哪一档 拍谁 不是我不跟你讲 不是我小气 其实微钢第二 我也已经都在 天天在我的粉丝团的 伴送训练跟你分享 那微钢第二这档股票 我个人看法是 投信昨天才进来帮我们抬交 所以微钢第二 震荡整理完 一定还有高点 记住 微钢第二 投信昨天才进来买 帮我们抬交 所以 破断一定还有高点 微钢第二 是哪一档 微钢的破断目标价 你想知道的人 欢迎你来找新小师我 好不好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老师的重点观察 以及分析 买点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趋势做对做错 真的会差很多 想要知道 接下来 微钢到底会涨到哪里 赶快把握机会 来加入信杰老师的Lite账号 进一部内容可以利用我们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轮延投顾的王信杰老师 好 谢谢主持人 出个头转 查出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 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现阶段选对股票 跟对老师是非常关键的 要恭喜信杰老师的会员 微钢波段 创新高 大赚了22% 想要知道 接下来 微钢到底会涨到哪里 法人的目标价又是多少 赶快把握机会 来加入信杰老师的Lite账号 加入之后 在盘中及时的讯息 还有老师的看法 都会传送到你的手机上 Lite的ID是 小老鼠TREND100 小老鼠TREND100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加入的话 也欢迎你直接来电咨询 02-23219933 02-23219933 想要掌握下一步 底部起涨股 微钢第二 这一档股票的话 请务必赶快把握机会 利用我们一日快闪的 特别优位活动 给你最低的门槛 一起来加入赚钱 欢迎你来电报名 02-23219933 02-23219933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洞西外资强势布局 轻松掌握股市金流 独创台股形态分析 带你掌握趋势转折 多控双向稳操胜算 黄信杰首席分析师 是您可以托付的 专业操盘手 服务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或免费加入趋势百分百 LINE ADID 小老鼠TREND100 人员投雇109年 金管投雇新字第010号 轮源投雇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为您下好每一步棋 无论股票 期货 选择权 都能以重要投资的强力经验 为客户掌握独到的投资建议 专业 诚信 负责 致富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免费加入LINE ADID 小老鼠TREND100 轮源投雇 109年金管投雇新字第010号